如果你有兴趣 你要架一个 server 你就去买一个网址 你可以买 IDB 你也可以买 COM 你可以买 Nets 反正都可以 但是就付一点钱就对了 因为 IDB 的好处是 好像我记得一年才 200 块 我记得这个网址 所以我一买就买 10 年 这个网址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像我这个 server 是架在自己的家里 因为我讲过了 一个很烂的电脑都可以跑 一跑就跑个 5 年 10 年都不会坏 所以我说我是生的石座的 我不是说我今天只是理论的 所以我可以 我这边有一个 IP 位置 前面有一个 IP 位置 点进去 随便 这边上面的话 我记得点进去 这边可以看到我的 IP 位置 这个位置 进去的话实际上就是我的 server 我的 server 实际上 这个 IP 位置 其实你们如果说家里有光签的话 你也可以跟中华电信 申请一个固埃 一个固埃 你就可以申请一台 server 那个 server 你只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 sample 架起来 然后你只要知道你现在的 IP 位置 那你再申请一个网址 你就可以开始架站了 OK 剩下后面东西就延伸很多 比如说你要架一个什么 架一个我刚刚的论坛 你其实 因为 PHP 买 SQL 最大优点是 它的套件非常多 那比如说你要架论坛 你可以找那个 Discord 然后把它装起来 而且因为我这个版本比较旧一点 新的版本甚至可以跟手机也可以 然后可以做很多改变 这个其实后面延伸性还蛮大的 所以我进来之后 那我这个 server 上面 一样会有我那个 PHP 买的这边 点进来之后 因为我也是用那个 sample 上面加套件 然后你看这边上面都有 比如说我的 sample 的 server 这边都有 然后如果要再加什么 database 问题一问题二 也可以在这边加 也可以在远端 放在这边的话 只要任何装置要存取 都可以提供给任何装置去使用 所以这个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并没有那么复杂 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么麻烦驾站 其实另外还可以买这个 像我这边 这个东西 server 其实 你们可以关键字找的什么 那个叫 Synalogic 它实际上就是一台NAS NAS 不知道各位知道这个东西 这东西其实很小一台 而且耗电量非常的深 大概才10瓦电力 你把它放在那边 而且它很耐用 都不会坏 放在那边而且很安静 那你把它装上去 你就可以在上面弄很多东西 等于是内部一台 server 而且价钱好像不贵 所以你可以找那个什么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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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边告诉你 就这东西 甚至你可以点这边有没有 其实我是买这一家的 叫做Synalogic 这个群晖的 所以这一家好像不知道 我们股票上市 听说好像 员工福利非常的好 因为 其实还蛮卖的 那你可以去选择你哪一种 最便宜的大概2000多块就有了 像这种已经很厉害了 里面你还可以装PHE 买Seql 甚至你Java的东西 Servidator 其实都可以装上去 所以我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延伸性很多 光看玩一个东西 可能就玩很久了 你要去自己再去找一些资料 去了解 OK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提的就是延续 这个刚刚的技术 不是只有Sample 类似的东西其实还蛮多 更简单就是你少一个纳尺 你就把它装起来 可以玩很久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刚刚提到的就是 第一个呢 我要怎么样 把单笔写过去 那写过去 其实流程就跟上个礼拜一样 差别部分只有在哪里呢 只有在这个地方 Driver 有没有这个 Driver等于什么 就这一串 这一串在哪里找到 就在系统管理工具那一个吧 可是问题你要自己打错 好像它大小写什么都有差 所以如果你担心会错 你干脆就复制 哪里呢 我的东西 其实我是从哪边来的呢 其实就是 从那个 Connection Street的网站里面来的 所以我管它Database是哪一种 反正以后你只要知道 第一个 你的那个Database的Driver 去官方网站下载 装起来 只是差别可能 第一个就是64还是32 理论上是32 不然管就两个都装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的Server的后面的路径 如果你现在测试是Localhorts 但是未来你可以找到你的IP位置 甚至如果你有一个固域的话 你在任何网路上也可以让人家存取得到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Server找到 第二个你的Database的位置 Database是哪一个 因为我们建了一个问题二 再来的话你的User Password 所以这个地方Password 我也是用1234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1234 你记得改一下 Option这个三指的是乐观写入 不过这不用管 反正就是他可以 比如说同时又写入 他会等待一下 反正后面 因为可能有同时要写资料 很多台 那你就排队就对了 OK 再来的话就insert 这个跟上个礼拜一样 这个Seql就把这个串接之后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MyCon的物件 他去做Exque Exque意思是丢给那个MySeql MySeql就收到 有点像我一个总机 传讯息给他 他听懂了 他就把资料写进去了 OK 应该可以懂了 上礼拜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第二个按钮是什么呢 就是新增全部 所以新增全部 基本上就是从头跑到尾 然后跑一个外面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资料通通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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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frebloct 因为我这边有一百多笔,那你至少会更新嘛 后来就有同学说,老师你这个右下角谁会知道啊? 你不讲,我还不知道右下角有在几笔 所以后来就有同学说,老师你这地方可不可以写一个高级连什么高级连 因为我发现一般都会用一个状态列 这状态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进度 然后跑的时候它跳出来,然后更新,跑完之后就关起来了 这样最棒,可是怎么做啦? 这个也是原创性很高,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怎么做?那当然会有个press bar 不过之前有用一个元件,但是在六四围环境下就不能跑了 所以后来怎么办?我刚才用label,用这个标签 只是把底下的back color改成红色的 然后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我就让它的标签 它的宽度是零 可是没跑一笔,我就更新,更新,更新 更新多少呢? 更新就是总比数,除以100 有没有,然后总比数就是百分之多少嘛 把它一除之后,再去跑一点更新宽度 更新宽度,然后让它感觉好像有更新的感觉 这个等一下可能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把它全部资料写入 写入之后的话,最后跳出什么?资料新增全部成功 那你可以再到哪里呢?再到我们的这个,点进去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不过它会,因为你太久没操作的话 你可能要重新再登一下,那资料就全部过来了 资料全部过来之后的话,再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边的资料删掉,那这个资料删除很简单 我们按一下,里面层是怎么写的?我是用Range的方式来写 Range的A2,冒号到F的最下面一列,点ClearContents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写一行,我记得我好像写一行还是写一行?写一行就可以了 A2嘛,从这个到F,可是我不知道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我可以怎么样,把前面我们讲过那个向下追踪的那一个 Range A2向下追踪写在这里 后面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点Clear Clear什么呢?Contents就可以了 ClearContents指的是清除它的内容 特别是不要Clear,这个Clear指的是 除了内容之外,也把格式也清掉 所以如果你有框线,有底色,就可能会全部清除掉了 最后的话,把它清除掉之后 再从MySQL,把资料全部读进来 怎么把它全部读进来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标题里面 是下什么语法呢?下slate的语法 slate的所有from问题2 然后你把它指起,你会发现 这个指的就是全部的资料就捞出来 slate的应该在Esser里面对应筛选 筛选,后面那个star指的是所有的 这个是所有的栏位,因为有6个栏位 不用像Esser into要填6个 你就一个star就代表所有的栏位 from后面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table的名称,就问题2 这样的话,它就把所有的资料帮你调出来 可是我们今天要调资料的地方并不是在这边 我是在VBA 所以我可以通过VBA 它帮我怎么样? 丢一个讯息过来 就是说你帮我全部读过来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第四个按钮是 一样,这个都一样 就是一样是ADO 然后一样是连线 差别只有在这里 原来SQL后面是insert into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就这么简单 slate所有from问题2 那它会怎么样? 它会帮你把 exque之后 对不对? 这边有exque 它会帮你把所有查询到的结果 你会发现查询到是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 你要必须有个地方可以放 所以特别说前面这个物件是做什么呢? 查完之后 它会把查到的所有资料的那些表格 先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所以这个物件实际上就是 在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表格 可是记忆体里面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它可以被看到 很简单 就是底下只要多写一行 好像上面还讲过 就是把这个 在记忆体里面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用什么呢? 在range a2 点什么呢? 点copy from recoset 所以你只要告诉它说 从这边开始 然后后面的话 全部帮我call过来 就点什么? 点copy 不用记 这一串的话 你就打一个cop 有没有? copy from 从什么呢? recoset recoset 指的就是刚刚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个物件里面的表格 ok 那就是帮我call 他会问你说 那你那个物件在哪里? 就是myrs 有没有? 那你就告诉他说 你帮我call 但是去这里面帮我call出来 所以把这个执行过 试一下 你会发现 我们放在myseql里面这些东西 就可以透过这个指令 就帮我怎么样? 把资料全部call过来 有没有看到? 其实还蛮方便 而且语法都很简单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VBA 这个copy from recoset 就非常的好用 所以以后两边沟通 应该没有障碍 而且程式没有几行 说真的 那最后的话当然 我们已经call过来了 我希望把 资料再从myseql把它删掉 像现在的话 在myseql里面有 所以你要删的话 怎么删? 其实你这边有个delete 其实就是delete from 问题2 没有会儿 意思是什么? 全部删光光 当然我现在执行的话 里面就删光光了 这样我们就没办法 再从VBA类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可是我现在不要从这边执行 我要从哪里? 从这边执行 所以我这边一样 第五个按钮 这边一样 这边也一样 这边也一样 然后差别在哪里呢? 有没有发现? delete from 问题2 这意思是什么? 全部删掉 然后执行seql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城市好像蛮多地方都一样的 有没有? 这边一样都create 四行而已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按一下 不过这边好像有个缺点 就是 他应该最后要提示说 您已经将所有资料 从资料库删除 可是我没有一个manage box 所以按下去一下 这个 等于就删光了 不过好像差那个 而且你可以自己再补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问题2 刚刚有 所以我现在点击它 现在全部空的 有没有看到? 里面没有了 那意思是说 我从什么呢? 从VBA里面有没有 丢了一个这个指令 到MySeql MySeql他也听到了 他也帮你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 你说在 MySeql里面执行Seql语法 跟在这边执行Seql语法 其实没什么差别 你只要连结的到 后面都很简单了 剩下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更多事情 也许你就是自己在 看一下Seql语法里面的 那相关的用法 当然你Delete from 后面还可以会 会有就是你要删掉的是 哪一笔资料的话 你可以下一个 会有比如说 哪一个编号等于多少 你可以删某个编号就好了 你不用全删 诸如此类的 那还有可能没有讲到 下update 你可以再去更新 不过这个大概我想 其他衍生的用法 就是自己再去做一些 相关列译 那刚刚的程式部分的话 云端上也有 在这边 这也许 试着做做看 总共会有 我们完成的画面 大概就是五个按钮 试试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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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